歡迎回到這一節的新聞大百話 我是主持人張宇軒 立刻來為你介紹 我們這一節加入討論的來賓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用明 宇軒好 大家好 前海軍艦長呂理師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謝涵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目前台灣在總統大選 但最重要的是 未來的兩岸何去何從 攸關我們的和平以及未來 而對於兩岸關係 賴清德竟然說什麼 說不要以為九二共識 兩岸一家親能夠得到和平 是自欺欺人 他說有任何政黨 接受一中原則或兩岸一家親 藉由和平協議就有辦法得到 叫做自欺欺人 誤人誤己 不過回過頭來 羅森布爾才談到 兩岸的領導人 確實是應該需要會談 賴清德 你的方案又是什麼 卻沒有說明白 而火力全開 嗆賴清德 侯有語說什麼 說如何不將引戰的刀火線 帶向台灣 講的就是一件事情 台獨 他說賴清德當總統 選擇避戰才是責任 但你不能用台獨來引戰 請問如果你要一邊擁抱台獨 你要如何不引戰 不把戰爭帶回來台灣 而柯P則認為台灣跟大陸是 特殊關係 他用這兩個字來形容兩岸政策 他說 中國就在旁邊 而且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每天口口聲聲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是政治上的事實 所以要有台灣對外的政策 不過五角大廈卻報告 提出什麼樣的報告 好像希望台海之間 越發生衝突 對馬來講越有利嗎 五角大廈的報告說 共軍強化演訓 他要阻止美國介入台海 並且講說中國現在持續發展核武 打造能用傳統武力攻擊 這個是重點 美國本土的新洲機飛彈 說解放軍正在打造這個飛彈 並且傳統武力飛彈 只要開發成功 就可以威脅到美國本土 夏威夷和阿拉斯加 不過對於這一點 大陸的外交部則是發表一個聲明 毛寧說什麼說 美國這份報告和以前的 一模模一樣樣 很相似 罔顧事實 充滿偏見 散佈中國威脅論 只不過是想要替自己維持 軍事霸權 找個藉口 對此堅決反對 但美國確實是在近期 不斷的在東海跟南海 與大陸發生衝突 美軍卻指控說 共軍軍機危險攔截 但對此大陸國防部則是否認 說今年已經有2000架 美國的偵察機 跑到了大陸的領空偵察活動 美國刻意渲染不存在的 大陸軍事威脅 對此堅決反對 向美方提出嚴正抗議 但在尾巴衝突之際 前進黨則說 美國這個航母沒有去地中海 反而跑來台灣巴士海峽 是為了拿裝 雷根號打擊群在19號的時候 才穿越巴士海峽 進入到南海 卡爾文森號也向西太平洋前進 難不成是要加劇 兩岸之間衝突的升溫嗎 而中國則宣布說 對於石墨出口管制 即便他們強調 我們可不是針對特定的國家 不過會引發外線聯想 難道現在美國以晶片戰 來制裁大陸 大陸 中國反而也要以石墨 這個攸關電動車出口 以及打造電動車 至關重要的一個零件 來作為反制嗎 根據大陸海關的數據 大陸的石墨最大的買家是誰 有日本 有美國 有印度 有南韓 通通都是美國的友邦 而大陸是大陸是整個世界 最大的石墨生產國 搞到多少 90% 而且是電動車 非常電池重要的材料 因為它關乎導電 而現在即便禁止出口 外媒則是暴露說 對西方這兩件事情痛下殺手 美國只要10月7號 才發布線索NVIDIA 超微以及Intel 對於先進AI晶片出口到大陸 歐盟則是對大陸電動車補助 展開調查 甚至要提高關稅 這個時候 中國特別用石墨 攸關電動車的東西 到底背後代表著什麼樣的意涵 學者則分析了 中國人當然知道石墨的威力 管制石墨將影響全球電動車的產業 導致歐盟和美國和對陸的貿易 衝突升溫 而大陸同時也加快了 石墨溪關鍵技術的攻關 石墨溪是被人稱為 推動人類第四次工業革命 改變世界的材料之王 而是超薄石墨 20萬個石墨溪 相當於一根頭髮粗 大陸在申請石墨這個領域 集結爆發力 到2021年為止 專利有多少 佔了全世界80% 回過頭來我們先問一下賓哥 對於賴欣德拒絕九二共識 又拒絕兩岸一家親 他的和平到底要怎麼來 其實賴欣德說什麼 堅持到現在還在講九二共識 還在講一中原則 就是自欺欺人 不會帶來和平 我必須講誰在自欺欺人 賴欣德你自己才愛自欺欺人 你們說你們都沒有改變現狀 實際上你們改變了現狀 你改變了什麼現狀 你看兩岸之間的中線不見 你讓我們隨時隨地 都有可能遭受到 解放軍的圍倒演習 請問一下你們做出了 任何反制的作為嗎 完全沒有 就是瞪著已經看 有飛彈飛過我們上空 你還告訴我 那不是我們領空 不干我們的事 就這樣 除了這樣子你們還做了什麼 什麼也沒做 請問一下賴欣德 如果按照你的辦法 要怎麼樣保障和平 完全沒有辦法 馬英九的時候 馬英九就是一中原則 就是九二共識 請問一下這八年兩岸之間 有不和平嗎 請問一下當你放棄了 九二共識之後 這七年多兩岸之間很和平嗎 這不是一個最好的民政嗎 你放棄了九二共識 和平就消失了 所以九二共識 本來就代表了和平 是你們這一群 不要九二共識的人 才在破壞和平 賴欣德你搞清楚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 每天不知道在胡說八道什麼 講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話 邏輯自己都不通 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但是我說真的 也因為九二共識 長期被民進黨汙名化 你會發覺包括韓國委 一開始都不太願意提 他是國民黨他都不願意提 柯文哲當然更不提 柯文哲在跟你講什麼 兩岸大陸跟台灣之間 是特殊關係 那什麼樣的特殊關係 特殊關係有很多種解釋 以前人與人之間 也常常都有很多特殊關係 到底是什麼特殊關係 所以我覺得 不要想要用這種模糊的方式 去帶過 我說真的 柯文哲今天 因為他還沒有當選 他如果真的萬一被他當選了 老共絕對不會 讓你用一句特殊關係 就解決了 老共一樣問你 是不是支持九二公司 到時候你還要繼續閃嗎 如果你繼續閃 你就會變得跟蔡英文一樣 講賽話 到最後兩岸就繼續 像這七年多一樣 兩岸之間 還要繼續這樣下去嗎 台灣人還能忍受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大家自己要去仔細想清楚 至於說 現在美國當然很緊張 為什麼很緊張 美國現在因為以色列 跟哈馬斯之間的問題 他把他很大的軍力 都已經放在 地中海這個地方 相對來說 他在其他地方實力就薄弱 美國現在能動航母 總共只有四艘 他現在兩艘已經在 這個東地中海之間 另外兩艘就在西太平洋面 等於他輸下所有力量就是這樣 請問一下 這時候如果俄羅斯 再跟你出個狀況怎麼辦 或是其他地方帶出狀況怎麼辦 所以美國其實他的力量 已經開始有點捉驚見走了 為什麼他現在還要把 你的力量已經開始 相對被稀釋的時候 你還要把力量放在西太平洋 就是因為他知道 他覺得如果這個時候 不把航母擺過來的話 他會覺得說 他會被人家小瞧 他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認為說我怕你 所以他這個時候更要去 彰顯一下聲勢 表示我沒有在怕 我還是要過來 可是美國很喜歡職責 比如說他們前兩天 又公布一個新聞說 最近解放軍的態度越來越囂張 甚至已經在最近這兩年裡頭 攔截了我們200架車 而且做出極度挑釁的動作 他我就覺得很好笑 如果今天是在美國東岸 或是美國西岸 是在美國的鄰近附近 解放軍的軍機 對你做出挑釁的動作 你譴責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是你跑到出貨大陸家門口 你自己 你光是被攔截就200次 然後其他的像這次大陸講的 實際上是2000次 對 那你這麼平凡的 在人家家門口出貨出貨 請問一下你到底在幹嘛 我講 不要講國與國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 沒事在我家門口出貨 我都可以報警說這個人騷擾 對不對 更何況你是國家 你沒事在人家門口 這樣晃來晃去 到底想要幹什麼 所以今天是誰的立場有問題 是你美國有問題 如果今天解放軍的軍機 在你家每天在24小時 這樣到處晃 你美國就受得了 我已經舉例過很多事 上次中俄的軍艦 不過離阿拉斯加 還好幾百公里 美國就趕快派船去攔截 請問一下你在緊張什麼 你可以去攔截 中國大陸就不能做這一動作 那到底是誰在挑釁呢 那當然中美之間 現在因為拜登自己 內部問題很多 所以他有點放緩的味道 可是他雖然放緩了 他還是有機會 就會對大陸加以制裁 因為中美的貿易戰 是未來幾十年的事情 大概是不會改變的 當然大陸也要積極的 掌握他自己可用的籌碼 石墨就是其中一個東西 未來我認為還是會更多 因為中美之間的對抗 從永行的到無行的 都持續的在加劇當中 所以回頭來想問一下 楊老師 您怎麼看待說 因為過去大家都知道 從晶片戰到美國貿易制裁上 對大陸再三的打壓 而今天從包括稀土 到現在的石墨 大陸進行這樣的反制作為 對於後續整個效應 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這個是大陸能夠提出 反制的很有效的一個手段 從就是之前的兩個稀有金屬 到現在的石墨 也就在原料跟原料製作的 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大陸過去所投入的 就是相關的設備跟精力 還有資金 事實上是主導這個產業 這個產業不會一下子 產生這個大的變化 不過我覺得美國 現在大家看到 似乎都專注在尾巴的問題的處理 似乎好像變成要即將擴大一個事件 但我個人認為 在美國的整個大戰略當中 No.1他的敵人 他覺得還是中國 No.2是俄羅斯 No.3是恐怖主義 曾經的911跟現在的 10月7號哈馬斯的攻擊 對他而言 對美國人而言 對華盛頓而言 他覺得是一樣的這種 對於西方國家 對於民主國家的恐怖攻擊 你看拜登的演講就很清楚 你看拜登提的1000億裡面 有600億是給俄乌戰爭的烏克蘭 就知道他其實了解 在烏克蘭的這個情勢 俄乌戰爭的情勢 其實遠比現在 以色列基本上完全掌控的 加薩的情勢要更為嚴峻 只是不過是接下來 他能不能夠掌控到以色列 是不是不會殺太多人的情況下 避免大規模的屠殺或人道危機 變成一個全球南方國家 甚至西方國家的反彈 因此在美國而言的話 你看最近他炮製 就是中國威脅論 他甚至開始在製造台海代理戰 這兩個訴求越來越清楚 中國威脅論 2000架次的偵查 那包含最近加拿大的軍機 在哪裡 遭受到就是 中國大陸的軍機的反制 加拿大在那邊罵回來說 不專業 不安全 可是你知道在哪裡 在釣魚台附近的海域 你加拿大的飛機 跑到釣魚台海域幹什麼 他說這是執行聯合國安理會 授權針對北韓的偵查 各位 那就靠你地理了 你針對北韓的偵查 跑到釣魚台這邊來 我們台灣中華民國政府 有沒有在做什麼樣的一個表態 對不對 所以這都是什麼 這就是製造中國威脅論 某種程度也在炮製 就是說台海的代理戰 因此他從軍費 武器 到他的霸權 各位 當拜登提1000億的時候 他是講以色列 烏克蘭 如果用順序的話 烏克蘭 以色列 台灣 我們台灣何其有幸 跟現在這兩個戰爭的所在 一直都綁在一起 以前我們說 今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 現在是昨日烏克蘭 今日加薩 明日台灣 是這樣子嗎 在這樣一個架構跟情況之下 我們明年1月13號的選舉 這個選舉就很關鍵了 台灣人還看不懂嗎 是不是 賴清德的這樣一個訴求 連美國現在都在打壓他 我覺得北京 各位 這要相信我說的 我覺得北京已經把 接下來這個選舉 當作一個兩岸關係的 台灣人的公民投票 當然這個取決於 藍白是不是能和 或是白藍能不能和 還是怎麼樣一個情勢 如果真的三角度的話 其實當然你的投票代表的 但是未來的勝選的政府 會影響到兩岸關係 而賴清德的當選 一定會造成台海的動盪 艦長你怎麼看 現在美國一直在高唱 這個大陸一曲威脅論 但我們剛剛其實陸續的揭露 包括2000架架 你是跑到人家的領空去 提出挑釁的 威脅的也是你 現在美國到底在這整個 我們講兩岸之間的局勢 是想要有什麼樣的企圖 希望往什麼樣的方向去發展 這個是昨天才公布的 大陸軍力報告 大陸軍力報告裡面 有關於台海的部分 那飛彈威脅 其實他這裡談到了幾項 也就是有CSS-6 其實就是剛剛賓哥講的 通過台灣上方的 東風15號的彈道飛彈 這裡面比較獨特的是 他這一次出現了東風17 東風17一般來講 他的射程這裡也有特別寫 他到達2500公里 應該不對台灣用 那為什麼會在這裡出現 其實我們看另外一張照片 那這張照片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下方的部分 其實這個就是東風17 那他其實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他是一種滑翔式 滑跳式的 那就像打水漂一樣的 沉波體 對 沉波體 他的這種彈道 但是他在2019年的時候 那時候小艦長在漢河防務評論 就說了他要部署到江西去 小艦長怎麼知道的 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張圖裡面 他的發射平台裡面 有小的 有大的 可是這個陣地原來他所使用的 也就是東風15 東風15是什麼樣的一個飛彈 它是四軸的 也就是他單面看起來 它有四個輪胎 可是四個輪胎 這裡就可以用了 他為什麼要擴大 就代表他要放五軸或更大的 那五軸是什麼 五軸就是東風21 不是 東風17 還有東風21 那這一種我們剛剛講的 無論是滑翔體或沉波體 那他講的這個彈道 其實是我們無法預料的 但是這次的報告 有一個重點 他講到了 也就是未來這一些 我們看起來好像會搭載核彈的 他可能使用的是常規的炸藥 他到底要使用什麼常規的炸藥 才能到達他的一個 破壞的效能 前一段時間 不是在討論CL20的這種炸藥嗎 這種炸藥它的破壞力 是不是比現在所使用的 各型的常規彈藥高百分之四十 這個就是答案了 所以大家把它分開來 就看不出來全貌 把它鬥起來 小建長告訴大家 鬥起來就可以看到 剛剛宇軒特別講到說 有關於台海附近的問題 那那個也就是抵禁偵查 其實這個是我在台大發表的一篇論文 其實我就講了 從2021年開始 他就是反提攻破防 嚇阻抵禁偵查 就是抵禁偵查 你不要想了 小建長前幾天講到這一章 我們今天帶來了 這一章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看到了解放軍 他在旁邊打這個熱干擾彈 是非常專業的 怎麼說 這個是AIM 航空人員的手冊 這個是什麼FAA 美國航空總署 你規定的事情 然後這一個規定 全世界都在用 現在解放軍也按著用 哪裡不對了 是你到的地點不對 你跑到釣魚台來做什麼 我們休息一下進行廣告 好 我們先來看到 是現在賴清德不斷的打出 這個說他要把台灣變成是 我們民主的MVP 那麼他是在昨天的時候 全國進總開張 那麼當然總統也跟他合體了 還說這個地方 就是總統兩次勝選的福地 所以希望可以延續這樣的 高票當選氣勢 那說未來要持續的 在民主道路上壯大台灣 我們自己炒過這麼多賴清德償 幾乎這句話每一次都會被拿出來 因為他就一直承諜說 台灣要成為民主世界的MVP 好 可是要成為MVP 可能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嗎 好 我們看到現在 北約這個新的LINK22系統 說是入台了 那麼美國說要幫助台灣 來取得這樣的技術 這個等於什麼意思呢 就是台灣要和美國北約日韓 所以導致雙方現在是有一點輕微的擦撞的狀況 那麼我們看到中美現在角力 還有就是在南海上 航母同巡南海 像是雷根號10月19號就率領的打擊群到了南海 而10月20號在黃岩島西南面的海域 也展開了飛行的作業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衛星圖像當中 也顯示說山東艦他也離開了海南省的母港 這代表就是說中美兩軍的航母 都同時在南海巡航 好 可是我們看起來 美國的航母部署 還是主要就是把目標鎖定在中國大陸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這個疑防部署地中海的福特號 艾森豪號 都沒有搭載新一代就是戰機 五代的戰機 那麼但是在10月12號 離開加州前往印太的卡爾文森號 他卻是有搭載一個F35的中隊 就是要用這個五代機來抗衡解放軍 好 不只是軍事方面 我們看到制裁雙方也在大戰 上市就說美國國務卿因為就是說 中國大陸幫助了巴基斯坦發展彈道飛彈 所以就制裁了三個中國的企業 包含中國通用技術集團 北京羅羅科技跟長洲優太客複合 這個材料有限公司 他說這個是幫助他們製作有用於導彈的零件 而現在美中的科技戰 中國大陸也不能示弱 所以他們就再出招了 說好 那我就管制你石墨製品的出口 在10月20號的時候就宣布說 從12月1號開始要加強的管制 三種高敏的石墨材料出口 其實在7月的時候就曾經宣布過8月1號起 要禁止兩種的材料來出口了 整個8月其實它出口量就已經降到0 9月份還在管制中 這一次的出口限制 不只是針對美國的AI晶片對華出口 禁令的一個回應 同時也是對歐盟對華電動車 這個調查的一個回應 好 我們看到在10月4號的時候 歐盟就對華電動車反補天進行的調查 就17號的時候 美國也宣布說擴大晶片的禁令範圍了 而在20號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說好 那我也來管制 我就管制你的石墨出口 但是到底影響有多大呢 其實我們來看到這個圖表 中國大陸其實佔全球的天然石墨的供應量 有高達67% 而2021年的時候更高來到了82% 其實全球有90%以上的石墨加工提煉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 這也是所有的電動車的電池 他們所需要的材料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石墨的禁令不解的話 未來歐美想要發展電動車 第一個就要面對到是 成本會變高了 而韓國的政府數據就顯示說 去年韓國進口用在電池複集材料這個人造和天然石墨 其實有93.7%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那直接從中國進口成品的複集材料南韓電池廠 很有可能就會因此直接的受到影響了 而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 在今年1到9月份這個圖表中 中國石墨進口最多的國家前10名 首先第一名就是美國了 第二名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南韓 而日本也排在第4名 跟我們息息相關的台灣 現在也是排在第10名 好像就被聯想了 說不是只有針對美國 是不是也在警告一些 跟美國相對友好的台日韓呢 好 我們先來請教賓哥 怎麼看說現在賴清德喊說 我們要變民主的MVP 但是不是另外一層面 台海也現在是有點緊張 其實我覺得賴清德開口民主 閉口民主 可是他在做最不民主的事情 前兩天有個網紅協普 在那邊大探馬英九時代 他們還可以暢所欲言 怎麼罵馬英九都沒關係 結果現在在民進黨執政了之後 大家隨時要繃緊神經 因為隨時可能被人家插水錶 請去喝咖啡 然後結果人家跑去問賴清德 賴清德居然說言論自由 還是要有法治做基礎 那意思你是在恐嚇嗎 你是告訴大家說 民進黨執政你們就不要 給我亂講話嗎 講話就會出事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你連最基本的言論自由 都沒有辦法保障 都讓人民如此忐忑不安 你還跟人家講什麼民主 那不是一個笑話嗎 所以我覺得不要每天 去在那邊喊這些口號 沒有意義的 老實講 你去看 標語口號越多的國家 就表示他在那個地方越欠缺 不然的話你幹嘛 聽那麼多標語口號 台灣到處叫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就表示台灣交通非常不安全 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不要一直提這些 這樣子會讓人家笑 至於說亞太北約 亞太北約你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上一個被當北約做誘餌 然後現在被害得很慘的國家 叫什麼叫烏克蘭 人家現在還在打仗 現在還在水深火熱當中 結果進了北約嗎 也沒有 歐盟嗎 也沒有 全部都沒有 一場空 然後整個國家支禮破碎 這是台灣想要的未來嗎 對 他跟我們LINK22對接了 這對我們當然是好消息 可是問題是 這個對接是以後美軍 所有的資訊都會傳給你 不是的 他一樣是選擇 他要讓你知道你才會知道 他不要讓你知道你還是不知道 所以我們只是在幫美軍做事而已 那個強大到最後強大 也是強大在美國 也不是在台灣身上 所以有什麼意義呢 然後至於你看菲律賓 現在也跟他們連線 也是你所謂的亞太北約的一環 請問一下對南海的這些爭執 美國能夠幫他什麼忙 中國大陸就是一堆軍艦在那個地方 你美國能夠來幾艘軍艦 你有辦法長期一年365天 在那邊跟大陸這樣耗嗎 也不可能 請問一下菲律賓在南海這個問題 他怎麼解決 他那艘船現在 現在解放軍吃了盛陀鐵的心 就是不要讓你補給他 請問一下菲律賓有任何可以 突破中國大陸封鎖的方式嗎 完全沒有 所以美國是一個值得倚靠的國家嗎 我想大家自己要去想清楚 那當然美國對美國來講 他的頭號敵人還是中國大陸 這是不可變的 老實講在中國大陸面前 哈馬斯那個算什麼 美國其實根本沒有必要派 兩艘航空母艦去東地中海 他為什麼要派去 只是表示他支持以色列而已 以哈馬斯以真主黨這種武裝 美國航空母艦去幹嘛 根本不需要 以色列自己就非常從容 都可以對付這些組織了 所以美國在那邊只是在聲援而已 就在那邊作證表示說 你們其他人不要來惹以色列 以色列是我爸爸 你們不要打他 打他就等於打我 其實就這個意思 他真正的目標還是擺在 亞太這個地方 因為他知道中國大陸的發展 才是他最頭透的地方 那同樣的他相關的經濟制裁 科技制裁對中國大陸也不斷 但是中國大陸過去這幾年 好像看起來一直挨揍 一直被美國這邊制裁那邊制裁 那他現在開始我發覺他應該是 非常仔細的去評估了利弊得失之後 開始一個一個慢慢出手 先是這些金屬元素 然後現在加了石墨 那石墨一出來整個電動車產業 都可能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那歐美現在正想在電動車產業上面 想盡辦法要壓制中國大陸發展 可是你的原料本身 就被人家掌握在手中 那請問一下你到底要怎麼壓制它 所以我覺得中美這個大戰 未來我一直認為 這是未來幾十年 我們都會看到的東西 那雙方都一定會出招出招再出招 然後彼此互相的攻防 只是在別人攻防的時候 我們不是只有看戲 因為這很多東西都會影響到 台灣產業的發展 那我們台灣到底要如何因應 我都一直覺得很奇怪 蔡英文為什麼最近沒有開國安會議 你要知道 中東那邊發生的戰爭 難道不可能會影響到石油的供應嗎 不可能會影響到整個世界能源的布局嗎 這個東西蔡英文都不需要去研究嗎 不需要去判斷 未來可能發生什麼狀況嗎 我說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的總統在幹嘛 每天混吃等死 介紹老師怎麼看說 現在中美的制裁大戰 台灣現在連中國道路石墨 也進口的非常多 對 因為它用的非常的廣泛 石墨 它是包括鋼鐵 野金 化工 還有現在講的這個電池 它是重要的原材料 中國大陸事實上 它佔全球的供應幾乎快到七成了 6% 可是比較高端方面的這些 包括它現在進的這些 所謂高純度 高強度 高密度 人造石墨材料 及其製品 還有天然鱗片石墨及其製品 這些都是比較高端的產品 中國大陸的話 它的佔比更高 當然這個技術並不是說 中國大陸獨家壟斷 可是問題就是說 你要發展出同樣性價比 找到取代的 好 供應商的話 你需要一段時間 可能兩年 三年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會受到 你如果說中國大陸對你禁止出口的話 你相關產業就受到重創 因為中國大陸並不是說不准出口 而是說這一類產品出口 都要得到什麼 都要政府部門的許可 你只要出口這些中國大陸產品 你就要去申請許可 它可以不許可 就跟現在美國的商務部的 這種禁止輸出是一樣的 這種輸出中國大陸的講法是什麼 基於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 跟美國用的道理一樣 為什麼 在國際貿易法下 你沒有任何理由 你是不能禁止產品的貿易 中國大陸也用美國的這個 所謂的國家安全跟利益 當然美國可不可以告 美國是可以告 可是問題就變成 如果美國可以用這個道理的話 用這個理由來禁止商品出口 那中國大陸 你怎麼說他做的不對 對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現在這個 暴富已經成為主要我覺得 美中兩大國間相互使用的這種 所謂的競爭的工具 不過我覺得它基本上還是針對美國 還針對美國 那這些產品基本上 美國是可以很快取得這個什麼 甚至自己生產 自己來製造 問題就是時間差 就跟美國對中國大陸作用 晶片的打壓 事實上你看 中國大陸以華為來講 他花了1566天 大概差不多不到四年 就自己都製造出來 美國也可能 美國可能兩年 三年 可是問題這兩三年之間 就會對美國的產業 造成很大很大的這個 很大很大的衝擊 很多報導說受創會最深的兩國 是韓國跟日本 因為韓國幾乎百分之六 九 七的 它的石墨都是靠中國大陸 而且它也是現在國際市場上 做電池 各種車用電池 第二大出口國 第一大當然是中國大陸 大概也是六成五左右 那麼韓國還有差不多 三成左右的這個市占量 全球市占量 所以它如果拿不到 中國大陸的這個石墨的話 它可能它整個電池產業 就要受到重創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手上武器很多 我們看那個加根者 出來以後 其實尤其美國 他們受創蠻深的 因為他們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它的軍火工業 它尤其這個 加在這些高密度 高精度的雷達上面 需要這個原料 這個是美國現在軍事武力 很重要的一個一環 它如果沒有加 它可能將來 它在製造這種高精度的雷達上面 它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中國大陸出手都怎麼樣 都打到七吋 然後這個石墨的話 我想就變成它會對韓國 日本的影響力會增加 不要忘記我們台灣的 我們台灣大部分的石墨 可能也是依靠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只是手上工具很多 現在都拿出來用 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在這一次 這個中國大陸在南海 在仁愛礁附近又發生衝突 其實為什麼一直在仁愛礁 因為仁愛礁距離中國大陸 現在在南海第一大島 叫這個美濟礁只有15海裏遠 你知道美濟礁現在是中國大陸 在整個南海最大的一個島 以前的永興島才2.7平方公里大 現在這個美濟島有5.5平方公里大 裡面有機場 有學校 有漁村 還有57個漁民住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仁愛礁 雖然只有一艘這個馬德雷3號 可是它的戰略地位重要 它將來可能會產生衝突 這種爭執的可能會持續不斷 教授怎麼看說美國的航母 現在整個部署 是不是還是著重在於 對付中國大陸 我一個一個來講 這個LINK-22可能大家比較不了解 我覺得台灣這個牛推得真大 跟這個北約聯合在一起 什麼叫LINK-22 其實就是升級版 我們台灣現在已經有LINK-16了 我想說很多觀眾應該都聽過 就是博勝案 它是做什麼 就是把所有的地面上的雷達 空中的預警機 海面上的軍艦 然後甚至於說是反引機 所搜索到的潛艦的位置 然後這些資訊能夠整合在一起 然後傳給所有的作戰 等於是一個平台 傳給所有的作戰單位 這種功能其實早就 作戰早就需要 我們早就有這種東西 但以前是LINK-16 LINK-16升級到LINK-22 就像是手機裡面3G換5G的 到底是一樣 它可以傳輸的數據更快 可以傳輸的數量更多 更精確 更準確 我想這是LINK-22 那我們只是買這套LINK-22 就像是假如我去買一個蘋果手機 你不能說我跟美國 已經建立了良好的邦交關係 不是這麼一回事 LINK-22是一個作戰系統整合 直管C4IS-4的一個 直管通訊的一個平台而已 所以我們不要把 那時候當初我記得博勝案的時候 我想說大家可能還有印象 我們陸軍還有一個少江 因為這個樣子泄密被法辦的 就是LINK-22 那時候是LINK-16博勝案 美國這個航母大家很奇怪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我講了很多次 可是大家都不見得會相信 你知道為什麼它帶的是只有 不帶F35 帶F18你知道嗎 我講過很多次 因為它的福德號彈不起F18 F35彈不起來 為什麼彈不起來 F35比較重你知道 它多重 我特別去查F35重量是7萬磅 F18重量只有51555磅 它那個電子彈熱系統問題很大 所以它不見得能夠彈得起F35 但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怎麼會那麼離譜 美國最先進的福德號戰艦 居然談不起最先進的戰機 你現在就證明了 它現在過去的 包括它現在去的艾森號 也只敢帶F18這種戰機 因為它有可能會降到 福德號上面 第二個原因就是它F35 其實故障率很高 它的妥善率只有 他們自己美國公布的妥善率只有F5 只有55%的妥善率 在這麼低的妥善率之下 它當然帶著要去的武器 如果真的要作戰的話 它還是用F18這種比較安全 可靠的這個戰鬥機 去會比較安心一點 不然的話它的維修 它的費用 它那個輻射號軍線上面 不見得會修那些技工 不見得會修F35 我今天特別講這句話 可能各位不相信 但是你去看的話 美國F35很頭痛 包括川普總統都對他 覺得說很頭痛 甚至又要趕回電磁彈射 另外講到仁愛礁 其實前兩天有一個新聞 可能各位沒有注意到 雷根號這時候 為什麼又到南海去迎著 有一個更嚴重的事情 大家現在重點都放在 黃岩島 仁愛礁 但有一個更重要的島 叫中葉島 美國跟菲律賓 仁愛礁 黃岩島 那還是海警船對漁船 現在中葉島是軍艦對軍艦 中國跟菲律賓來講 中葉島本來就是長久以來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一個領土 一個領導 當初之所以叫中葉 就是日本我們去拿回來的時候 中葉艦去徵收著 菲律賓利用颱風的時候 強占了這個島 現在中國來講 已經派軍艦要去把這個島 收回來了 所以我想說 可能因為這件事情 美國為了怕說那邊亞洲跟 非洲 不是 更正 就是歐洲跟中東 已經都發生戰事 當然不希望南海這邊再升四端 所以趕快派雷根號召這邊來 因為這邊已經開始 當然再過一陣子 大家就可以看到 緊接著就是中葉島開始 那就軍艦對軍艦來 那可能就 就可能會衝突性會更高更大 對這個中美之間的藻力 持續也是影響我們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中日的關係 真的有改善的跡象了嗎 你看看這個中日友好條約45週年 日本的媒體講說 岸田跟李強互置賀電 所以人家很想說 李強雖然跟岸田文雄這樣互置賀電 但是並不代表是習近平親自 所以感覺上面層級上還是有差 那另一方面 這個日本好像也很想要趕快改善 跟中國大陸的一個關係 所以他們年齡要啟用這個64歲 駐印尼的大使金山縣制 來擔任下一任的這個駐中國大陸的大使 那他其實也是這個七年來首位飛來自 日本外務省漢語研修班的大使 所以香港這個商業電台的解讀說 因為現在中日關係長期停滯不前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委派非中國專家來出任 這個駐華大使希望能夠突破僵局 那事實上呢 其實我們看到這一兩天 有日本要求Google要拿掉釣魚台這三個字 主張要刪除這個中國大陸跟台灣貫徵的 這些什麼釣魚台或是釣魚島 只要保留這個尖閣諸島 就是因為其實在10月17號的時候 有一則新聞 就是中日的海警船在釣魚台附近的海域對峙 所以中國大陸的海警局就表示說 日本的賀丸號船隻 還有樹騷的這種巡視舰 非法進入到釣魚島的領海 所以中國大陸的海警船就依法採取一些必要的一些管控 還有警告驅離 所以是不是日本就趕緊就是有所這樣的回覆 就說你們不可以叫你們這種釣魚台或釣魚島的這種講法 那我們看看日本的媒體其實也有講到說 中國大陸三月份的時候有拘留日本的貿易公司的員工 所以看起來現在中日雙方矛盾還是非常的多 並不會因為這樣的互製賀電就全然的改善 還是需要一些時間 再來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也收緊了電動汽車電池的關鍵材料 石墨的出口 這算是一個重磅消息 大家想說這個石墨很重要嗎 其實它在非常多的產業 它是有一個因為是新的科技的應用是非常的廣的 那他們是從12月1號開始要限制石墨的出口 那它其實主要是用在電動汽車的電池 金融時報就估計說 目前大陸石墨產量佔了全球供應量的67% 非常高的占幣 那這個主要像是美國 韓國 波蘭 日本 印度 這個全球進口大陸石墨最多的幾個國家 都是你看看 美國 日本 韓國這三個國家也在那邊搞小圈圈 所以接下來恐怕就會直接受到影響了 那這個日本就跳腳 就說我們日方將要調查 中國大陸你採取這樣新的石墨出口的管制措施 這是不是有違反WTO的規則 所以他們要趕快去告狀了 那韓國政府也說10月20號立刻就開會來檢查一下說 如果我們受到這樣的管制限制的話 會不會影響我們一些企業 或者是一些像是電動車汽車 電動車 電池 汽車電池這樣的一些產業 希望能夠把影響降到最低 那美國也表示說正在跟盟友都在評估一下 如果這個石墨出口接下來的影響層面到底有多廣 所以美日韓相當的緊張 那其實我們看這個石墨產業 他們不只是用在科技 其實軍事上面也會有影響 有一種石墨炸彈 它一開始其實是美國在波斯灣戰爭的時候首次投入 那中國大陸在2010年的時候也成功研製出這個石墨炸彈 它可以就是讓電線癱瘓 所以它被稱為是最溫柔的炸彈 就是放在戰場上面不會傷到一兵一卒 但是卻可以癱瘓整個城市的電力系統 讓整個系統崩潰 所以它被稱為是電力殺手 它如果爆炸之後 它會散布非常多的這種石墨纖維 那這個石墨纖維就會直接影響到電力設備 它會破壞那些絕緣體 導致這些設備就沒有辦法修復 你必須要用重建的方式 那它其實比起錫薄還來得薄 這種革命性的一些材料 已經重塑下一代這個世紀整個新科技產業 所以它其實強度比起剛還要來得強 可是它的薄度卻是比起錫薄還來得薄 它極度有柔韌性 而且它又薄又輕 所以它變成是下一個化世代的一個技術 那甚至我們還看到有一些軍用等級的這種 防腐蝕的一些防護技術 都是使用這樣一個石墨 那我們看看 腐蝕它是一個代價非常高昂的問題 所以像很多的產業 包含像是海軍啊 海洋的一些基礎建設啊 都會擔心這種海水的腐蝕問題 所以塗上這樣子的一個石墨的話 其實可以讓這種基礎設施跟設備 都延長壽命 這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亮哥 這個石墨管制出口 不是說完全禁止出口 是要經過政府同意 這個事實上也是被逼出來的 因為你美國莫名其妙 對這個英偉達 NVIDIA 本來都已經大家都有這個默契 要賣給中國大陸A800 H800 突然禁止不准 對 所以我坦白講我真的覺得拜登 陷入了這個尾巴衝突 他整個腦袋都已經沒有在想別的問題了 結果以色列就是小祖宗 你知道嗎 他大概就覺得說以色列這個問題 我要趕快處理 其他問題他都忘了 比如說你現在在跟中國搞這一拖 你那個GPU的晶片不准賣 中國大陸只好再自己做 事實上那個 中國大陸華為做的已經接近A100了 只是你再逼人家再做進口替代 中國大陸就按照他的國家法律就反制 石墨管制出口 在這種氛圍下請問何立峰怎麼去美國 我們當初大家都忘記 APEC他們兩個想見面 大家好像都忘記了 我們都在討論尾巴 那個是11月18號 你倒算 之前至少何立峰要去吧 那要有點經濟成果吧 然後接下來王毅再去 對不起 今天10月23 不到一個月 我就不知道拜登在想什麼 這個實際上是徒徵變數 而且石墨管制出口 這張牌是比加根者傷害更大 所以這個當然也會引起美國更大的 更大的衝擊 所以我真的覺得美國真的是 你跟這個國家交往 你真的不知道他的優先目標是什麼 因為我們前一段都認為 拜登要見習近平大概就是 10月到11月最重要的任務 現在因為小祖宗以色列跑出來了 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到那邊去了 那日本派這個大使也是滿奇怪 因為這個大使不會講中文 通常你是比人家重要 比如說易曼紐來駐日大使 美國比日本要跟我講英文 你日本去中國是你要了解中國 中國怎麼會來跟你講日文 我真的不懂那個岸田在想什麼 哪有人這樣搞的 不會中文 你叫他去駐中大使 這樣中日關係會好才有鬼 好 來問介老師 我覺得就是說現在美國真的 他現在除了以色列跟這個 這個巴勒斯坦這場戰爭 馬上爆發戰爭以外 他真的別的事情他真的 對他來講都不重要 對 都不重要 因為這一場戰爭第一個是美國沒有選擇的 美國只有只能選永遠支持以色列 可是美國政府裡面也知道 他永遠選擇以色列這一次的戰爭裡面 第一個以色列也不會像過去一樣 這個戰爭打打就贏了 阿拉伯國家就投降了 這可能不是這一次可能不是這麼簡單 第二個就是說這一場戰爭在道德上 現在以色列越來越站不住腳 已經現在在世界上的話 就是連歐洲國家基本上 都很難站在美國這邊了 都很難了 所以就變成在道德上 美國會越來越怎麼樣 為以色列發動這場戰爭 負責更大的什麼 被指責 國際社會的指責 不管是雙標也好 選擇性也好 這種人權問題上 人道議題上 美國在道德上是會破產掉 而且會隨著這場戰爭繼續的擴大 然後受傷越重 那現在怎麼辦 事實上也勸阻不了以色列 現在以色列還是每天炸 還是在照樣每天平民 這個軍事人員都不分的 這叫集體性的懲罰 這個在戰爭上是有一個 有一個字就要集體性懲罰 這是明顯違反戰爭人道罪的 對 那這次在這個21號的時候 在開羅開了一場國際會議 埃及召開了 美國你知道派誰去 美國派了他駐埃及的代辦去 大使館的代辦去 他根本就缺席 根本就缺席 所以在這場戰爭裡面 他一點選擇都沒有 我想美國現在每天在計算的就是說 他要付出多大代價 然後現在能不能掌控這場戰爭 其他事情現在對 尤其對拜登來講是基本上都不重要 好 白老師 什麼確實很重要 它用在半導體 用在電池 用在電瓶 還有用在很多的地方 剛剛有談到用在炸彈上 它的使用力實在是很高 現在12月1號開始 要經過批准才能夠出口 所以如果對於中國大陸有限制的 有產品管制的像日本 日本的半導體的原料 對中國大陸有管制 像美國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或者是你歐洲哪一些國家 要跟著美國走 對中國大陸實施管制 而中國大陸可能就對於 不管家者跟現在對於石墨 你就要經過批准 要經過批准 那也就是說進口商 那還有出口商 就必須要提供完整的資料 那完整的就要送過來以後 就要經過審核 這個審核的時間就很長 那在審核過程中 你本身 你的工廠的訂單怎麼辦 你的運作怎麼辦 你有沒有能 你可不可以找到替代品 可以 可是要時間 成本更高 那別的公司能不能生產 可以 可能要好幾年 那你要好幾年 可是問題就是 你電動車的產業 能夠等好幾年嗎 現在韓國為什麼召開緊急會議 因為韓國九成以上 都是從中國大陸進口 那他們現在在尋找替代品 能夠找得到嗎 所以他就會牽涉到說 你韓國你要不要緊隨著 美國的政策方向走 最後你日本也是一樣 而且印度也是 包括美國在內 其實我剛講這四個國家 他基本上都是中國最大的客戶 那問題就在於 他找不到替代品 所以替代要時間 成本 那他以後的產品的競爭力 就會更差 我覺得大陸 這只是一個小手又出來而已 那還有呢 所以加者石墨 然後開始有人說 影響不大 試看看 每一個講影響不大的 到最後的影響最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代表什麼呢 大陸不是沒有牌可打 而是一個牌 一個牌 一個牌 到今天為止 稀土這個牌都還沒打 等到稀土這個牌 一打下去的話 那我想這個叫的人就更多了 我覺得出問題的會更大了 我們再講一個 你說荷蘭的光刻機 荷蘭的光刻機 有很多的晶片 是從德國進來的 如果德國的晶片 生產出了一些問題了 那你荷蘭的光刻機 還能造什麼 少了一個零件就不行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是覺得說 有很多東西 跟著美國走 走到最後是傷自己 自己要走自己的路 不能夠走錯 另外講到你這個石墨炸彈 這個石墨炸彈所